腸粉啊 粉腸啊 哎呀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Ann Street的頻道 我很想念香港的食物 突然之間想吃 你知不知 唉 話說呢 我已經離開香港都有差不多半年了 然後呢 我就在這附近呢 找一找呢 香港的冰室 因為在甲洞這邊有很多間啊 所以呢 我就選一個比較不錯的咯 就是香港仔冰室 就他們講說那個蠻好吃 然後呢 我今天點的是什麼呢 就是有這個 混醬腸粉啊 咖喱豬扒飯啊 對呀 是好吃的豬扒 然後呢 馬來西亞呢 這邊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加飯 加飯呢 我們就可以兩個人呢 share一樣東西 因為呢 我想吃 香港比較多的這種 variety 我還有叫這個 奶油脆脆豬啊 我也不懂我有沒有練錯啦 反正就是奶油豬咯 就是香港很出名的 上次呢 我記得呢 我吃這個新香原的這個奶油豬咯 哇 好吃到爆啊 來 現在我讓你看看我們點的這個餐啊 然後我們就開餐 好 讓我的這個老公呢 就給這個評價一下咯 香港人採牆馬來西亞的香港餐廳 這個就是奶油脆脆豬咯 看一下有沒有 哇 欸 它不是有甜奶在上面的咯 香港沒有 香港也沒有 蛤 香港也沒有咯 為什麼我記得奶油脆脆豬咯 有甜奶 可能有啊 有啦 有甜奶的 我記得 腸粉啊 粉腸啊 哎呀 其實呢 我自己本身比較喜歡吃馬來西亞的啦 不過因為馬來西亞和香港都是不同的 你看看有那個花生醬的味道 有沒有花生醬的味道 聞一下 這個是厚切的喔 是不是真的厚切的 先看一下 嗯 就是這樣的咯 其實也在好沒有就很厚切 你會問這個港式咖喱 港式咖喱 耶 看不看港式咖喱才知道 好 其實它的飯呢 又是馬來西亞的飯來的 綿綿的樣子 我比較喜歡香港的飯 因為香港飯是 粒粒分明的 可能 香港import的飯 和馬來西亞的飯不一樣 我呢 還特地呢 之前呢 買了一個公雞魚 這個呢 非常配合香港現在的特色食物 另外我們第一樣東西就是試這個 雲醬腸粉 雲醬腸粉 雲醬粉腸 對咧 我聽說這個香港仔冰是不錯的 試一下先 好吃 可能我太餓了 不錯不錯 來 給我評價先 嗯 我覺得都有點像馬來西亞的豬腸粉 有了 有點像馬來西亞的豬腸粉 來 另外一個就是 咳咳咳 咳咳 咳咳 吃到太快足了 這個加飯當然是我的 香港份量是很大份的 我跟你說 所以大家去香港的時候呢 記得如果你不是很大食的話呢 都是帶一個雙倍餅去 真的我每次都吃不完 在香港的 當時太大份量 所以馬來西亞的份量對你剛剛好 對對對 然後看到加飯了 拿下的豬腸 這個不是我餓的 是我老婆的 拉有吹吹豬 等一下口你吃 等一下口 等一下口 他來這邊呢 講話呢 變成完全是口水 欸有啦 他有甜蠟 他甜蠟已經在上面了 怪錯了 我已經 就是有那個 黏黏的那個東西 就倒在那邊了 來 第一口 嗯 這個油啊 好吃好吃 這個真的好吃 我覺得不錯 有沒有香港味道 有啊 有啊 接下來呢 我們來吃這個 豬扒飯 掩燃燒雲飯 掩燃燒雲飯 你老醒你 叉飯叉飯 加了一隻荷包蛋 給你22元碗 掩什麼燃燒雲飯 你懶有型啊 好帥 是不是真的厚切 但我覺得沒有什麼厚切啦 說真的 我覺得厚切不是這樣的 嗯 香港我會更厚切的 很嫩很嫩很嫩 味道很不錯 看看咖哩是怎樣 淋了咖哩的咖哩 吃一口先 好辣呢 會不會好馬拉 來 我覺得這個香港人接受不到 很辣一下 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Fusion了了 可以可以 我覺得香港仔冰燒好吃 因為我知道哦 其他的香港的冰燒 真的不好吃 我不要講名字了 哈 特別是那個馬 什麼什麼明大元的那個 餐廳是給人家投訴到亂的 他呢還有一個是王什麼茶餐廳 所以大家可以吃一下香港仔冰燒 應該是開很久了啦 我最感興趣的就是這個 那他覺得很好笑 以前他每次跟我講 這麼馬來西亞的香港的茶餐廳 都是用香港的名字去名 好像佐頓茶餐廳 王國茶餐廳 香港仔茶餐廳 我這樣 又是哦 我都沒有發覺到 因為馬來西亞人很喜歡香港的地名啊 我喜歡香港茶餐廳 每天看TVB呢都會說 去西九龍啊 去西九龍啊 去西九龍蟲啊 那些馬來西亞在西宮啊 所以我們對那個名字啊 很有那個感覺各位 好啦我現在就繼續吃了 因為我太餓了OK 然後呢我們今天的這個分享呢 就到此為止 那你喜歡的話 like share comment 然後subscribe and subscribe 打開個閉小鈴鐺 我們下個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最後一塊 Forever 非常快 對 Merci 非常快